我們就是把那個資料查出來 但如果說我今天呢 我希望刪掉第三個這個 刪幫我刪掉 這比如說如果你要刪除的話 你必須要給它一個Key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沒有給它一個Key的話 它一刪全部刪光光了 比如說語法的話 也是一樣要跟資料庫溝通 所以第一步 我們可以怎麼樣 先把這個我叫Sickel Lite 02 把它領存 也許你可以把它領存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複製好了 把這個Sickel Lite 02複製一下 然後再貼上 也許貼上之後改成Sickel Lite 03好了 它裡面的話 其實只有多增加中間這個部分 其他都一樣 就是比如說連資料庫 然後最後查出來 然後我demo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的話呢 只是增加四行 四行裡面的話就是先中間這一塊 那裡面最大的差別是說 請輸入要刪除的編號 那比如說我輸入了 我輸入3 那我剛剛有3筆 那如果輸入3 那我可以把第三筆刪掉 然後再把資料從資料庫撈回來 看看OK有沒有刪成功 然後Enter一下 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的資料呢 就只剩下1跟2而已 有沒有 那如果說你再Run一次 請輸入編號輸入2 Enter一下 剩1而已 那再Run一下就沒有了 OK 所以那怎麼辦 等一下再加好了 那最關鍵的地方呢 就是中間這四行 其實最關鍵的地方 其實就是seql seql語法 其他都一樣 那我們大家來看一下 如何做刪除 OK 那刪除的方法基本上 第一個 我們最關鍵的地方 反正就是說 請輸入編號 那我輸一個編號給他 假設輸入2 那我要怎麼敘述 我特別注意 這個標準的語法 第一個呢 一定要什麼 你要打一個delete 他的語法的話 delete from 後面跟他講哪一個table OK table多少 table 02 OK delete from 哪一個table 那特別是 如果你下這個語法的話 意思是說全部刪光光 那如果說你只要刪掉的是 編號為2的 那你後面要給他條件 會有 OK 特別注意哦 會有什麼呢 哪一個欄位 我們有一個欄位 Etherinthu這邊 我們的那個欄位名稱 有一個number mum 跟那個什麼呢 tl 如果我要刪的是以key 這個是key嘛 以這個為主的話 那我就會有哪一個欄位 mum 後面的話呢 等於什麼呢 等於當然你不是等於2啦 OK 我們是變的 所以怎麼樣 把那個2串在後面 加上什麼 加上x就可以了 這樣的話呢 他就知道說 我如果輸入2之後的話 然後他就串在後面 串在後面之後的話呢 但是特別注意哦 這個 串在後面理論上應該什麼 應該要加一個stream吧 把它轉型一下 stream OK 把它串在後面之後 把它丟過來 丟給什麼呢 跟number串在一起 OK 那這樣的話呢 最後呢 再把這個東西做什麼呢 跟著一下 因為他input我沒有轉型 所以過來的東西一定是自串 所以這個地方不需要特別轉 跟著一下 OK 因為他input本來就自串 所以過來如果說我輸入的是2的話 那他應該就是一個input 就是這樣的2 那放到這邊剛剛好 你就不用特別轉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把這個sql3呢 放到這邊 用看物件呢 資料庫物件呢 去執行 執行什麼 啊你幫我把什麼呢 table02 裡面的number是屬於2的 幫我刪掉 那最後 記得哦 一定要commit 如果你這邊 少了個commit 它表面上刪了 但實際上呢 其實沒有確認 commit實際上 在這裡的意思應該就叫確認 確定刪除 ok 好那這樣的話呢 最後就可以把它列出來 我們應該就ok了 所以目前呢 只有一筆啦 如果我現在再把它刪掉的話 應該也沒有資料 所以這邊1 enter 的話裡面應該空的 ok not defined 大型 對 為什麼 因為大小寫 所以 這個很容易疏忽 如果下面是小寫 那下面 一樣是要大小寫 ok 然後把這個執行之後的話 理論應該ok啦 所以把這邊編號最後一個1 輸入了 刪除就沒有了 沒有怎麼辦呢 沒關係 你再把這個什麼 seqlite1 再做輸入好了 不過這樣好像也不是辦法 所以待會的話 我們要練習 直接怎麼樣 把那個什麼呢 把那個雲端上面的這個 會員編號好了 50個全部倒到資料簿 這樣讓你慢慢刪吧 50個全部刪過也不容易 ok 反正我們主要就是 了解如何刪除 ok 那再來的話呢 如果說呢 我要 除了刪除之外 要修改的話 如果等一下還是要新增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ok 所以我們懂得新增 查詢 刪除 修改 其實這四個重要的方法 如果會的話 其實呢 控制資料庫的最重要的功能 我想你都已經掌握了 ok 因為你會發現 用來用去 大致上 主要就是這四個方法 ok 那至於當然你要 還有更多的 你就查一下 seqlite1 裡面還有沒有其他 你需要用到的 比如說你要查詢的話 你可以全部查 但是你可能要查 哪一個關鍵字的話 那你要怎麼加關鍵字 還有呢 查回來的時候的話 你要做排序的話 那你要學會什麼 ok 比如說你seqlite後面的話 你要用會兒 像剛剛一樣 會兒哪一個欄位 做比較 ok 比如說你要把編號多少的資料 帶出來 number等於1 他就把1帶過來 如果說你帶過來的東西很多 你要排序的話 你可以在後面再加一個 order by 排序 那你可以做很多的 篩選的那個變化 ok 這個 剛剛提的 slate 這個slate的變化其實還蠻多的 這個slate 其實 如果用那個seql裡面的操作方法來看的話 它很像是 seql裡面那個篩選功能 有沒有 篩選嘛 比如說要篩選哪一欄 裡面的哪一個東西 其實有點像那個篩選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就是刪除部分 另外呢 因為刪光光了 所以待會的話請各位 再補一下 不然的話沒有辦法update 待會我們再來看一下如何做update 好 對